人生 坎坷的旅途 你出现过 美好的风景 温暖我 谁的双手 你哭了 妈 你是做什么的 妈 他是住建局的公务员 建筑系的高材生 曾经还是咱们润科的员工 我问你了吗 告诉我 你叫什么 家住哪 家里还有什么人 阿姨 我叫梁雨晗 我 妈 最重要的是 你爱梦杰吗 我说的爱是抛开一切利益 和梦杰的家庭环境 你能一辈子爱她吗 你能一辈子对她孩子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说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一辈子爱她们 但是我知道 我会一辈子把它放在第一位 只要我有的 我都会先给她们 她们高兴的时候 我陪她们高兴 她们不高兴的时候 我哄她们高兴 总之 她们是我的全部 我也是她们的全部 永远 永远 好 问了这么多 对不住了 看看哪天 你父母亲要是有时间 我们一起坐下来 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婚事 好啊 好啊 你愿为嫁给你眼前这位 虽然不是很优秀 但努力会做到很优秀的男人 做她的妻子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 生死不离 你说 咱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呢 商量会 我们会一直永远幸福下去 结果的 演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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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沐浅峰 你别撑着了 想哭就哭了 这种困惑 坎坷的旅途 你去陷过 美好的风景 温暖我 谁的双手 曾经过 破坏生气了 吃点东西了 喝不饿了 你去吧 这位老师 我还得去盯着菜逛啊 那我先走了 哭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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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声大胆地哭 确实应该哭一下 哎呀 这么优秀的男人 离谁而去 谁都会伤心 可以理解 看你哭那个样 哭得真丑 哎呀 这个男人呢 长得没有高 长得比我帅 收入呢 可能也不抵我的千分之一 但是这个男人 的确有我身上不具备的特质和魅力点 那就是一个字 劈腿 脚踏两条船 哎 同时应付两个女人 那得多大能耐啊 身为世界第一 优质迷男的我 只会专心专意 对一个女人好 谁让你这么不开样 哎呀 哭吧 我觉得你哭得还不够 哎 要不要我帮你在郊外租一所房子 然后你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好好的把你心里的这些剧院 都哭出来 反正就是哭嘛 哭又不会死人 是不是 又老去你是不是人啊 什么我不是人 我是在帮你啊 你看你每天做办公室啊 压力这么大 哭一哭释放一下情绪 增加一下肺活量也算运动 省得你每天变得越来越像黄脸婆 是个男人都得甩一点 你信不信我现在揍你啊 你还敢打我啊 你打我我看看 你打我我今天就打你了 干嘛 你真打呀 干嘛 干嘛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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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出狗呢你 我 我 我都走开 你去哪儿啊 大老爷给你送个菜 你这风给你这儿咬我 我 我又是失恋了吗 你它喳又不是你喳 好 好了 特意给你烧了一锅肉 这锅肉可谓是肥而不腻口感上价 可呀 要不要尝尝 我跪求你尝一下 我跪求你尝一尝 这就对了 科学家都说了 人在失恋的时候可以用吃东西来缓解自己不好的心情 我来给你做一下按摩 别碰我 手感真好 好不好吃 你别看着我 我吃不下 看着你 你怎么看着我就吃不下呢 我是世界第一优质美男的 你这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我吃不下 那我就让你看着我 你看我 你看我 吃不吃 你看我 世界第一优质美男的 你面子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 来 尝尝这个 伤心难过的时候就要大大头的不停地吃东西 来来来来 我用心烧的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凑合 怎么就凑合呢 我用心烧的 你看 好了 没事的啊 别难过了 你还有明天嘛 是不是 你看 我 世界第一优质美男 是不是 你看我 帅不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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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家里有钱 长得帅 而且还会下厨 是吧 你笑一笑嘛 干嘛这么死板 我跟你说啊 红烧肉一定要配米饭的 吃红烧肉嘛 要配晚米饭嘛 捐肥 捐什么肥嘛 这个肉这么好吃 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你快跟我一起说 真好吃 快说嘛 说真好吃 还跟我一起说嘛 说真好吃 走开了 马上 有点儿情趣嘛 不 你 下次再来 好吃 我 在这 谁 要快要とか 脚